银色轿车顺着道路左转 没玩过去直接撞上护栏 整台车飞起来 接着往前冲进到田里 意外就发生在 苗四七线的终点出口 七十八岁的无姓老翁 开车要到台中大甲看医生 没想到途中发生了 自撞车祸撞进田中 撞几力到大 车前保险杆直接脱落 车身现在田里凹险变形 紧箱货报道场 索性老翁意识清醒 送医治疗后主用观察 七十八岁老翁开车失控 警方表示 目前先让老翁住院治疗 再进一步检清车祸原因 另外一起到田中的车祸 发生在台中大理 有直行机车骑士 依次边骑车边看手机 没注意车前撞上路口转弯车辆 机车喷飞田里 骑士躲过一劫及时起身 时机回到现场 田地跟路面 有一公尺多的高低差 索性摔车骑士没有掉下去 只有轻微擦措伤 疑似为注意车前 碰撞前方同向 自小客车 自交通事故 骑士骑车不注意 目的地变田中 除了害自己受伤外 也必须赔偿 前车维修费得不偿失 TVBS 新闻许立凡 谢国经济 范伊 台中苗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